然后最近疫情比较严重是吧 也开不了班了 然后在家里边封闭 想想想想吧 本来准备是想换一下这车的 趁着你过年这一日 但是呢有两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吧 疫情太严重没法看车了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确实也在网上找了找 也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所以说准备把这车吧 再保养保养 是我花了这个四千多块钱 买了一辆二手车 开了不到一年了 然后还是这个京东比较给力啊 在京东上快递上买的 绿芯和这个汽油已经到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 刚才我手键把它拆开了 然后这个在里边来着 这是先看看绿芯吧 这个是QQ奔温专用的啊 这是慢牌的 这个再不贵 在京东上也才19块钱一个啊 这个需要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 据我的开车这么几年的经验是吧 这个绿芯 有可能比机油还重要 这个机油只要你别买假货 这个基本上那个标号大点小点都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绿芯要买错了 这很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绿芯特别便宜的 十块钱以下的那都是假的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就是不仅不能过滤 还会对车造成很大的损坏 大家趁着阳光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看里边 看里边 这里边这个绿芯 有时候能看见啊 这个基本上就能80%的就能给这个把它给怎么排除 正规的一定是紧凑的啊 而且还有一个这里边绿芯看比较紧密 然后里边呢 那个大牌子印刷比较靠谱 京东自用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买它就是为了不用费这个劲 它一般是不会有假货的 不敢砸自己牌子啊 这几年的绿芯 还有一个就是 它会有这种指挥阀 你看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几率呢 比较低端 它的几率呢 应该是 这个指挥阀是相交的 更高级的应该是 就是硅 硅交做的啊 特别好 但是我刚才在这啊 鼓着塞帮子吹了半天 据说有指挥阀 不会这个漏气 就是机油从这进去 然后但是想往回走 就说从这吹气 然后它是不 它是不会漏气的 特别好的 吹都吹不动 但这个呢 我刚才吹了一下 它是漏气的 也有人说是油压不太够啊 把油压进去之后 就把这个阀门 留个眼都顶住了 就不会往回泄油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把这个机油 留存在机油道里 让它下次打火的时候 不会干磨 也不会造成启动困难 这样的 这个说实话略有点失望 但是20块钱吧 总共花了19应该是 这个也可以理解了 对不对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机油吧 京东刚打开了 刚刚收到的 这个疫情期间 应该是只有京东和顺丰送啊 本来我以为明天才到 因为它说的是明天吧 疫情影响 结果今天就到了 很不赖 啊 京东的 包装虽然简陋 但是这个东西是正品 我没有打开过 看啥啊 看见没有 这个标签都在的啊 我也没有查 我就不查了 这个不用上网查号了 看见没有 撬牌的 5W30啊 我原来买的是 自营的那个 160多那个 5W40的撬牌 灰壳的 那是HX7 还是多少来着 比这个要高级 但是可能年度比较大 又开了有六几千公里了 我就准备把它换掉 这次弄了一个 这是矿物油啊 这是矿物油 因为这个 是HX5的 矿物油 这个是俗称 修理厂最爱 是吧 适用于低端车和面包车 大黄壳 大黄壳 但是实际上呢 还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到五千公里就得换呢 不换也是不行 还有一点 特别想强调的是 在网上查到了 很多有关机油的知识 怎么怎么样的 性价比高高低低 除了这种三大 比如翘牌了 还有这个美孚 还有这个 那个叫什么 加仕多 这三大 这国际大牌之外 销量最大的之外呢 然后应该来说 有性价比比他们还高的 但是如果说 不太懂这些东西 尽量还是买三大的比较好 特别是从这个 自营店里边拿 网购的话 千万别买这个什么 不知名的小店的啊 网购这种 假货居多啊 这个还不如不换呢 好的 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待会呢 咱们就开工了 嗯 撬牌啊 这个大黄坑 下次再给他换 稍微好点的吧 但是这车说实话 换太好的也没什么意义